大家好,很多朋友私信我 为什么自己在家炒的空心菜不是发黑就是出水 总是没有饭店里的好吃 其实炒空心菜是有技巧的 按照这个方法做,保证你炒出来的空心菜 颜色翠绿,不发黑也不出水 而且营养一点都不流失 首先,准备一把空心菜 用刀把根部这个老刀给它切去不要 接下来再给它切成长对 大家记住,叶子这个部分就不用切了 空心菜切好之后 放在一个漂亮的大盆里面 接着往里面加入适量的食用碱 可以分解空心菜表面的农药残留和脏东西 其次再往里面加入一勺白色的食用盐 而食用盐具有消毒杀菌的好处 所以我们加入这两样 可以把空心菜清洗得会更加的干净 这样我们的家人吃着也会更加的卫生 接着再往里面加入租量的长江水 水的量一定要没出空心菜 用手给它按一按 把空心菜放在这里给它浸泡5分钟 趁这个时间,准备两个小米辣 切去地步,再给它切成圈 切好之后,放入小碗中备用 接着再来切适量的葱花 装盘备用 再准备大扇子一把 趁它不注意的时候,先给它拍晕 然后再把它剁成蒜蓉 蒜蓉切好之后,和小米辣葱花放到一起备用 下面再准备一个小碗,我们来调一个料汁 加入两勺鸡精 一勺味精 一勺白糖提鲜 少许的食用盐 接着再加入少许的淀粉 倒入少许的清水 用勺子给它搅拌一下 把所有的调料给它化开 搅拌均匀之后,我们的料汁就调好了 放一旁备用 这时候我们的空心菜也泡好了 然后下手给它洗一下 大家看一下这里面的水是不是非常的脏 洗好之后再把它捞出来 再放到流水下面 再清洗个两三米 空心菜洗干净,控干水分 再次给它放回大盆中 接下来关键的一步来了 往上面加入适量的食用盐 用手给它拌匀 这里加入食用盐 可以使我们的空心菜颜色会更加的翠绿,不变 拌匀之后,我们给它放一旁备用 下面锅中倒入适量的食用油 然后我们再倒入适量的猪油 我们在炒空心菜的时候 一定要加入适量的猪油 这样可以使我们炒出来的空心菜 吃起来口感特别的润口 滑嫩 油热之后,倒入小料 给它煸炒一下,炒出香味 小料炒一下之后,下入空心菜 快速给它翻拌均匀 使每个空心菜表面都均匀的 沾上一层食用油 翻炒一分钟左右 大家看一下,这时候的空心菜颜色 非常的漂亮 然后给它炒软 这时候把我们调好的料汁给它浇进来 再快速的给它翻拌均匀 使空心菜表面都均匀的裹上料汁 这样我们的空心菜就不会出水了 而且颜色也非常的漂亮 翻拌均匀,再沿着锅边淋入适量的白酒 这样能使我们炒出来的空心菜 吃起来酒香浓郁 再次给它翻拌均匀 美味鸡肠 装在一个漂亮的盘子中 大家看一下 我们用正常方法炒出来的空心菜 颜色非常的翠绿 吃起来特别的鲜香嫩滑 美味又营养 而且一点都不出水 也不发黑 特别的下酒又下饭 家里面来客人了 来上一排这样的蒜泥炒空心菜 真的是 超好吃的 比大鱼大肉还要香 当然小孩都特别喜欢吃 喜欢吃空心菜的朋友 一定要收藏起来试试这个方法哟 学会了这个做法 保证人人夸泥食大厨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非常感谢你的观看与支持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我们下来就把蒜泥丧会学了 我们下来就互奔 你先au脚 也要来 家里面 第三漫